这些重要事件的最新进展 第15届东盟峰会及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 将于10月21号到25号 在泰国中部乡民城市 插庵和华新召开 泰国内阁6号决定 将于10月12号到27号 在峰会举办地实施国内安全法 以确保峰会顺利召开 除了实施国内安全法之外 泰国内阁当天还批准规范公众集会的法律草案 草案规定 集会组织者必须提前5天告知警方集会的计划 警方有权禁止示威者包围政府机构 破坏国有资产 携带任何武器进入集会现场 万古邮报网络版6号援引泰国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泰国政府以每辆800万泰铢 约合24万美元的价格 购入了20辆防弹汽车 专门用于接纵与会的领导人和贵宾 今年4月中旬 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 原定在泰国海滨城市帕塔亚举行 但是因为反政府示威者冲击会场而被迫取消 5月泰国外长贾西宣布 东盟与对话国系列峰会将在10月下旬 与第15届东盟峰会合办 按计划即将出席本月21号到25号举行的 第15届东盟峰会和东盟与对话伙伴国系列峰会的 除了东盟10国领导人之外 还有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六个对话伙伴国的政府首脑 对话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